現在還賽了 蛤 可是我是為了工作耶 好委屈喔 我一直都覺得以前小時候會 對於冒險的定義就是要去 高空彈跳啊 高空跳傘 宮頂玉山啊這種大的事情 但是現在已經越來越不這樣覺得了 你嘗試一個你不熟悉的事情 你就可以馬上感受到那個不舒服 跟那個冒險的感覺 對好奇心跟冒險精神 不要讓自己太舒服 跟整個就是軟爛 我是一個相信人性本來讚的 就是如果你今天很有錢人 或是你沒有任何動機 或是你沒有什麼 你真的就會貪了那個 如果再重來一次 我目前好像沒有什麼後悔的決定 但是當下每一個決定都覺得超痛苦 包含連接客羽的角色 我覺得都在幹嘛 都覺得好痛苦喔 好難喔 天啊我真的沒有辦法 我沒有辦法 還好啊第三天還是第四天吧 但前兩天真的是蠻痛苦的 蠻不舒服的 對周遭人事物感受得到 心中的容忍度有變低 你反而內有說是你這幾天 很大的一個冒險 對啊一樣 就是無事 想要幫忙 好但是就有另外一個聲音說 不行 是你要逼自己一下 現在還債了 蛤 現在還債了 蛤 可是我是為了工作耶 好委屈喔 接下來的 有沒有想要接受 其他的表情 你跟朋友玩過交換禮物嗎 欸我是還好耶 我不會把這個歸類在一個什麼冒險 或是挑戰 只是有沒有共識這件事情 對我自己的想法是這樣的 所以目前還是什麼順其事 對對對 聖誕節環小兒 你有想法要做什麼 目前沒有計畫 然後也不曉得會不會在工作中度過 因為蠻有可能的 所以你沒有玩過朋友交換禮物嗎 有還是有跟朋友玩過交換禮物 那你有收過你的那個最可怕的禮物嗎 我去年收到的爛禮是那個 你知道人家開幕或剪彩的時候 會掛那個圓的很大一個紅球彩球 然後就是剪的有層次那種旋轉的那個 我去年爛禮是收到那個 然後我還蠻生氣的 就立刻把它丟掉了 那你今天你送的那個 我送的爛禮是鉛筆盒 那種卡通圖案 然後就是你按一下鉛筆會起來 然後那種有抽屜 對小朋友的多功能鉛筆盒 對 但我其實覺得還不錯 我覺得還不錯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